涉及新加坡最大宗洗钱案的被告王水明今天5月14日在国家法院承认伪造文件欺骗银行和洗黑钱的罪名后被判监禁13个月6周,成为第六个被治罪的涉案被告。 王水明和妻子早前被冻结了总值超过1亿9900万元的资产,他同意被冲公约1亿7900万元资产,是涉案被告被冲公资产中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,同时也意味着他仍可保住约2000万元的资产。 如果他在狱中表现良好,可获得三分之一的减刑,有望在下个月初刑满出狱。 43岁的土耳其籍被告王水明共面对22项罪状,当中包括18项伪造文件和4项抵触贪污、贩毒、严重罪案、没收利益、法令的罪名,是洗钱案10名被告中控状最多的。 控方以其中3项罪状加以提控,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。 根据案情,王水明利用新加坡的银行户口接收了大笔从印度尼西亚汇入的资金,当银行职员履行职责询问他款项来源时,王水明隐瞒款项的真实来源,而是说谎或伪造文件,企图证明资金是正当收入。 但他的款项其实是他在海外涉及非法赌博的全部或部分收入,他也伪造了他在厦门几间公司的财务报表,以此来欺骗新加坡的银行。 他即使在被捕后,仍继续说谎,不愿意老实交代巨款来源。 评上揭露,王水明和妻子已被起货和冻结总值超过过1亿9900万元的资产,当中包括现金、银行存款、房产、豪车和其他奢侈品等。 早前的庭审揭露,王水明的父母履行搭的是私人飞机,他被捕后仍有价值超过28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被秘密转走。 此外,王水明可观的海外资产没有被起货或冻结。 据了解,他在海外拥有总值超过3550万元的资产。 王水明自去年8月15日落网后,除了在国家法院申请保释外出以外,也入禀高庭申请推翻不准保释候审的停令,甚至提出愿意接受24小时监控,是10个被告当中提出最多次保释申请的被告,但每次的保释申请都被驳回。 王水明早前被接因非法赌博活动,而被山东省自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通缉,他的亲兄弟王水亭也被中国和新加坡警方通缉,目前已经潜逃出境。 控方在他任罪后,要求法官判监14个月到16个月。 他的代表律师则希望法官判他监禁13个月就好。 律师称,王水明带着一家老小来新加坡生活,他有始至终没想要为新加坡或任何国人带来伤害,如有,他想借此机会向新加坡和国人道歉,一再提及他自愿充公大约1亿8千万元的资产,希望法官不要判处太长的刑期。 涉及本案的10个被告当中,被判监13个月的苏文强和王宝森已刑满出狱,本月6日被遣送往柬埔寨,并被禁止再次入境。 苏海金和苏宝林分别被判坐牢14个月,还在服刑的他们预计本月底可出狱,到时也会被遣送出去。 被判坐牢15个月的张瑞金则有望在6月中刑满出狱。 剩下的4人当中,陈清远暂定本月23日认罪,林宝英、王德海和苏建峰的案件目前仍在审前会议阶段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收看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关注新加坡之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